欢迎收看新浪体育视频的视频聊天 虽然中超联赛结束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我们自己的联赛 说实话 球迷心中念念不忘 在12月的头两天 我们今天请来了黄建祥和徐阳 和大家一起再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的中超联赛 建祥你好 谢谢你好 新浪的网友朋友 球迷朋友 大家下午好 徐阳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这个徐阳是征辰为喜 因为来以后让你们早点到 说串一串 看今天聊的这些内容 结果这40分钟都聊什么了 聊了咱们的老假A的比赛 你是代表北京队去参加了这次 在广州进行的老假A的赛事 咱先不说赛事 先说作为一个老球员 你参加这样比赛的心情怎么样 我觉得心情还是挺兴奋的 这哥几个94年开始第一届职业联赛的大部分球员 这几支球队里边又回到了广州 又在一起打比赛 其实比赛的胜负不是特别重要 反正还是要找回以往的94年95年最纯真的年代 你听到他这个用词没有 纯真 就是那种回忆 其实我觉得彭伟给我讲的那句话 最后我看他说的一句话 其实挺好的 就是回忆有些时候是一种传承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时候我们在讲 人总处在回忆当中 可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不满 那么我想另外一点 就肯定如果说足球运动员 或者足球队这种我们总是想在94年95年那个阶段 那可能肯定是对现状会有些不满 现在中国做这个现状会有些不满 但另一方面就是回忆是一种传承 那么也希望用这些人的这种表现 就是激起大家以往时候那段美好的回忆 也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球迷回到足球场上 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足球 我觉得这个才是老贾A办这个比赛的一个根本 一个意义 你刚才提到这个纯真 我倒是有一些自己的感想 建祥 实际上我们的后来职业联赛发展走了很多的弯路 对吧 你包括有几年甲球黑哨盛行 那么在这个情况已经非常猖獗的时候 从上到下进行了一场可以说是革命的一个举动 你比如说在今年年初几个球员 包括有国角深思西红等 还有几个裁判 包括足协的官员 都是在辽宁接受了审判 判了几年的徒刑不等 应该说这次中国足协的举动 应该说幅度是比较大 但是这一次的反黑行动到底对中国足球能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建祥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思考 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是不算新闻了 因为最高潮的时候是在把一些涉案的足球界的重量级的人物抓起来的时候 然后真等到宣判的时候已经拖了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了 等到最后只是给大家公布一个宣判结果的时候 实际上民众社会的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过程是一个治病的过程 假如说中国足球是一个生命 它要成长 那么在成长过程当中它得了一种病 这个病可能是会使机体腐烂 是生命枯萎的 那么现在把这个病治了一下 但这个生命能否茁壮成长 长成一个像徐阳这么高高大大又帅气的男孩 又活力的一个生命 老男孩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没病和长好 没病提供了个长好的条件 但能不能长好呢 未必 现在我们很多孩子都没什么病 但跑个一千米就累死了 这个学校的长跑三千米五千米都取消了 就是说让它长强壮 是另外一件事情 当然把这个病根除了 把这种导致机体腐烂的毛病彻底的切掉 好像一个毒瘤一样 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有一句话叫病去如抽丝 对 病来如山倒 看来这个事情还是要再所谓什么的 既然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 那实际上从我们的体制来讲 要对这个病有一种抵制 对 实际上 这个扯的也不是咱们要扯远 后来看到 更高的领域 更高的层面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一些人物 比如说石德的以前的老板 出的这些事情 社会上方间的种种的传闻 也涉及到他在足球这块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 球员 裁判 教练 这些都 只是棋子而已 对吧 和他相比 和这种力量相比 大家都又很无辜 很可怜 反正怎么说呢 球场小社会 社会大球场 足球场是社会的一个折射和缩影 反正我们希望过去那些年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它如果曾经辐射和渗透到了足球场上的话 我们希望跟社会的进步同步 社会在进步再往前 那么足球场 我们足球界的环境也能够一块进步 就是换足球一个干净的环境 一个硬拼的环境 其实你看到 刚才你谈到深思 七红 江心 李苗 甚至还有一些球员 其实我看到这些球员 这都是我以前的队友 我其实真的为他们感到很心痛 真的是很继续痛心又心痛 我觉得这个运动员如果说真是走到这一步的话 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他们能够左右的 所以说我希望引以为戒 中国足球所有的足球人 所有的从事足球的这些工作人员 都是引以为戒 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环境 就像建祥刚才谈到的一样 有病要治病 但是真正中国足球能发展到哪个阶段 能发展到什么样 还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需要 我们一直在说 中国足球你要有一条自己发展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一个道路 那么最基本的话 你要从青少年开始你要做起 现在像我们建祥有时踢球的时候 有多少孩子在踢球 没有 现在中国足球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话 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 国家队 俱乐部队这种成绩 我相信都是会给青少年带来一个榜样 这样一个作品 建祥你看没有 为什么说这次老贾A 他广州要过去拉过去承办 跟他现在的足球环境气氛回暖 有没有直接关系 肯定是有的 恒大 还有富丽 这两支中创队的表现实力 加上广东当地本身气候 历史 人文的原因 他本身足球其实一直是很热的 你到广州出差 你如果有心的话 你附近走一走 你会看到那些足球场 尤其在周末的时候 从天亮到天黑 对 甚至有地方天黑了 还有灯光球场 各种年龄的大人小孩 成人和孩子 从早踢到晚 这个一场一场的 这个场地定的满满的 就你能够看到他这个业余足球 开展的非常好 是一块足球的热土 老贾A这个话题 刚才跟徐阳开玩笑说 说下一届哪办 说青岛有人出钱 四川青岛都有 就先去青岛 我说这个必须得 让人 谁买单 谁买你们的账 就得先去哪 对吧 广州 彭伟国他很棒 他能把这事办起来 但也说明当地有支持 对 包括足协 当地的足协都需要支持 对 没人找你说先交管理费 对 没人说 所以管理就是收费 对吧 对 咱们开个玩笑说 在北京办这老贾A的事 就比较难了 是吧 所以说你得说 广东这个地方 它现在是个足球热土 前几年广州足球 广东足球出现的困难 走了一段弯路 有市场经济大潮的 整个社会的影响 孩子们都不读说 都去做生意 也有从境外辐射进来的赌球 这些东西 这些影响 一些一批有才华的年轻队员 过早走上弯路等等 但总归只要是一个开放的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他还会自然由市场杠杆调节 回到良性的伟大场 对 而且只要是让市场来指导的 他一定不会走太多的弯路 因为谁家也不会冤枉花自己的钱 对 只要是掏自己兜的钱 无论是哪个老板 他都比一个官员一直比一批 国库里的钱批出去 他要心疼 他要心疼多了 他要仔细多了 他绝不会胡乱花钱 所以你看市场和企业结合的东西 只要是越宽松 越没有太多行政干预的地方 一定会好起来 一定会好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在回顾恒大赛季所取得的成就 应该说也不奇怪了 首先广东这个地方 他足球的历史基础就非常好 另外一个老板肯投钱 上一年你说作为胜班马拿了冠军了 今年因为中超历史没有蝉联冠军的 对吧 恒大今年是实现了这个目标 另外一个第一次参加亚冠联赛 进入了副赛 进入了八强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薛扬你怎么看恒大今年在中超所体现出的实力和成就 他可以说投入跟产出能成正比 砸钱就行 能成正比 而且砸钱还不是说你一味的投钱就能取得好成绩 大家关键还是要管理 球队内源外源的这种引进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 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恒大还是走在着前面 可能国内足球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对吧 各地会有一些不同声音 你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想没有花钱的博士 对 没有花钱的博士 而且尤其在足球场上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国足球最低谷的阶段 他把钱肯于花在足球上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肯定的 而且他毕竟是为自己的城市 甚至是代表亚冠的时候 代表中国的球队 给中超球队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还是真的容易 他5比1 赢韩国的那场比赛 代表我们中国球迷的这种快乐 是多少钱也买不来 多少钱 而且我说一点 这东比一些富豪 自己花钱包个小三 捧个小明星 我觉得要有公益心 是吧 要有社会效益多多了 没错 我觉得中国现在中超球队 不是说多了恒大这样的模式 我觉得应该是多几支恒大这样的球队 你看恒大的这种大手笔的投入 它带来的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拉动效应 紧接着贵州人和 更近 广州福利 上海深花 包括北京国 包括北京国 好多队 包括大连的阿尔滨 很多队都开始造成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百花齐放 我们的中超赛场上出现了那么多 我们以前在欧洲五大联赛 顶级豪门里耳熟能强的大牌球员的名字 出现在赛场上 跟我们的队员在一起踢 一起吃 一起住 一起训练 一起比赛 那么它对我们中国足球的这种带动作用 对市场的回短作用 确实是不可低估的 那么 所以说恒大这个拉动效应 它不仅仅是对它自己这一家俱乐部的成绩 一家企业有回报 它对整个中国足球 对中超 对整个中国足球社会形象 社会观众部 这种回报 这个作用 我觉得真的是 两个冠军也算是一种回报 德罗巴或者是这些球员 他们去哪比赛的话 客场起码上座率你都有保证 而且我在电视台说球也好 像上一个赛季 中超球队同韩国球队建设 打了小组赛打了八场比赛 全部输了 三八二十四分 然后淘汰赛 国安跟雪原三星也是输了 九场比赛 我说就是都输了 零分 后来我说的我自己都很郁闷 所以说这场比赛 无比客场 赢全比先生那场比赛 当时说的 我也是很振奋 确实很提气 很提气 我看球的人 包括喜欢中国足球 热爱中国足球的人 我相信那场比赛 都会给大家带来很深的印象 职业足球就是这样 职业足球 有人说烧钱或者怎么样 什么叫职业足球 它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足球 对 就是商业化的足球 就是说足球是个商品 是个品牌 你商品不投入 随随便便拿个东西 卖给别人 大家买吗 你当然得大投入 这东西才值钱 只是希望现在这种投入 像今年这种投入 肯定是给中国就带来了 一个好的市场 一个回暖的这种迹象 只是像我们说在这个投入方面 往后 你在后几步都走好 走好 这种投入要有规划 或者是要有一个管理 对吧 对球员 日本足球92年改职业化的时候 从企业队改成职业队的时候 那个投入比我们还大 季科 一方 斯基拉奇 利特巴尔斯基 布克瓦尔德 全去的这连赛 那全是轰动效应 带动作用 90年世界杯赛上的 前几名队的主力 多少大牌 两年以后都去了 多少人去了 季科40岁被他们请出来付出 踢勾联赛 要让我们现在的某些人说法 那都不值得 有病 花这个钱 对 但是你看日本足球 20年后的今天 对 他在亚洲 他还要打 对 亚洲的选赛 就是给他办的 随便打 需要这样一步 当然是人家后几步 第一笔钱扔进去 对 拉动效应有了 后边拉动了什么 你这几动怎么动 往哪走 你是往行政主管 行政权力这块靠 还是向市场让步 让市场和自由贸易做主 对 就是他中国足球也在谈 这个管办分离 对 管办分离 但是能真正做到 这可能还是 我觉得可能 有一个过程 有过程 但至少我想 还是往这个方向再发展 至少足球还是明白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对 实际上恒大的 这次未免成功 可能过程也比较曲折 你比如说经历了 欢帅风波 对吧 李皮来 然后换掉李章珠 可能 我觉得当地球迷 对于李章珠的下课 也是颇有同情之心 李章珠个人 可能也觉得有些郁闷 李皮带队 虽然说是经历了一些坎坷 好在还是未免成功了 你觉得老板 这个换帅的思路是什么 真的是说 看中教练的能力 为球队带来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还是说这样一个大盘教练 来到我们的联赛以后 会有一种更好的辐射 或者轰动作用 都有 老板考虑是很全面 首先这个级别的教练来了 这种轰动 辐射作用 传播效应肯定是有的 那么首先是他有这个水平 他有这个能力 其实今年由于恒大的投入 对其他队的刺激 经过了夏季二次转会之后 各个队的外援 大幅度的提升了实力和名气 你就看那些名字 那名字的含金量 海塔 亚古布 这些 孔卡 对 亚古布 亚古布这些 实际上今年的中超 比去年竞争力大大的提高了 难打多了 贵州人和那几个外援 那几个来自西甲的外援多厉害 对 大个 拉法 穆斯利 那几个多厉害 实际上今年的中超 比去年难踢的多 非常困难 尤其在 你像恒大在最后三线作战 足协杯 中超 亚冠 那三线作战 几周之内踢六场球 五场球那段时间 9月底10月初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确实 很见功力的 很见功力的 那个时候能扛过来就不容易 一度江苏已经追到 是啊 很近的 对 一度江苏也不断断 包括江苏 江苏那几个外援虽然没有那么大牌 达纳拉克 耶夫蒂奇 包括他后卫先生那大个 但是你看江苏去年打到第五 打到第五 去年我就认为德拉甘应该是最佳教练 但是给了张外龙了 今年你看看江苏队踢的这个样子多好 实际上 今年的中超 恒大确实起到一个刺激作用 然后大家全面跟进 那么也说明足球本身 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好的运动 值得大家投入 大家互相观望 一度觉得中国足球不行了 社会形象也差 也不值得投入 大家互相观望 当有第一个人站出来说 足球还是好 运动是好的 是伟大运动 我来投 而且我投了之后见成绩了 我打得你们满地找牙 于是大家都 我们也投 谁没钱 咱中国现在有钱 咱中国航母都造了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 恒大今天双冠 就是一个给他这么一个回报 足球比赛当中偶然性太多了 哪一脚球踢进去 他可能双冠就没了 但为什么最后还磕磕绊绊的风雨 跳跃当中还拿下来 真的很难 你想一想 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 它有好多场比赛 非常吓人 是这样 你看赛季单场的上赌率最高的比赛 也就是顺天跟恒大那场 因为什么 因为顺天有追赶的希望 当然你说顺天的模式 它跟恒大还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个哭笑不得的事 顺天今天踢这么好 今天赛季开赛前 江苏本地的体育频道 变成了体育休闲频道 然后不再转播顺天的主场比赛 为什么我出一趟转播车 我可能电视台有个成本问题 然后没有企业投我的广告 我挣不回来 要不然你俱乐部顺天 俱乐部给我点钱 我给你转了 闹成这样 到后来成绩踢好了 这不成其别问题了 都不是问题了 本地企业也来了 本地企业广告也送来了 你看看 实际上还是什么 还是你得踢的好 能抓人 但是它是因为什么 你得这么想 就是整体环境 大家是互相的 如果大家都玩时德这一套 时德其实出问题 已经不是在今年了 好多年前就开始 它的主力队员 陆续卖 工资都已经很低 靠卖队员为生 这样大家都不玩了 都觉得咱们是要逃出去 赶紧逃 把帮助甩给别人 哪个倒霉袋接着 你接着 几股传坏 我跑了 完蛋了 所以这个市场 它需要大家一起培育 其实电视台 有些时候也是一样 它未必见到球队好的时候 我才去传播 我刚才不是责怪电视同行 咱们也可以理解 电视同行现在压力很大 那当然你跑去笑颜 电视同行压力非常大 对 也不容易 是很不容易 因为你要出车的话 就得几万的预算 所以这个球队 你看恒大今天双果王 就是像顺天一直在追 一直在赶 但如果多几只这样的球队 是不是这个联赛 可能会吸引力 可能会更大 多几只球队 像恒大挑战的话 会真的是关注会更多 所以现在明年的比赛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劲 这个势头怎么保持 当然不至于说 这个热乎劲 不至于说再那么样的砸巨资 再请来德罗巴这样的 弄不好了之后 反而好像让人觉得 别弄负面影响 有话可说 我觉得你这是个不好的事 本来是好事 最后弄成好多脱尾巴的事 别这样 保持这个势头 然后怎么能够理性的 把这些正能量 转化到整个中国足球系统当中去 让各个俱乐部 包括整个社会 对足球的互动 都能够建立成良性的 我觉得这就慢慢就好 去带动整个中国足球 这个势场 实际上江苏顺天 是最终位列联赛的亚军 他的模式应该说 跟恒大是很不一样的 他的投入各方面都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顺天 能取得这样一个成功 完全是一个教练的作用吗 教练是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他刚来接手的时候 这个球队当时是几场 上赛季接手 快完蛋 情况非常高 而且他这个球队 还是另外一点就是稳定 很稳定 你看外园基本上没有怎么调整 他从上赛季 整个班子保持到对赛季 去年冬天是这会儿 小陆跟菲哥打个电话 回北京了 找空吃个饭 当时忙没吃上饭 通了通电话 说我们的教练厉害 我们的教练不让我带球 他说你就一停一抠 一停一抠 反正你就停好了 前后左右四面完 反正只要在你这儿 球舒服了之后 再给队友 你就算完成任务 你不要老想试图摆脱 你摆脱的话 你顶多再踢 你顶多一场球能踢半场 你像我这样踢 你能踢70分钟 结果陆伯菲 7-9的 今天33了 今天陆伯菲踢多好 你看他这个阵容 包括他两个边路 你看江村顺天这几个 风格吉祥 对 全是小孩 能跑 他这种战术非常符合 他这个队员非常符合 德阿甘的这种战术要求 边路非常能跑 中路陆伯菲 组织 前面两个能得分的球员 后防线 两个中后卫 外援中后卫 把位置一看 对 他搭配的非常合理 而他引进就引进了 刘建业 基本上这个幅度变化不大 所以他是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 再加上一个好的教练 实际上是什么 这两年顺天的稳定 实际上是来自于 他稳定的战术体系 对 人员 班底 思想 打法 都是没变的 然后在去年基础上 再进一步的更熟练 踢得更熟 大家贯彻得更明确 然后赢了几场球之后 大家尝到甜头之后 越踢越有心 越踢越有心 对 所以也就捧出了 孙可吉祥 这样的一个 他在战术体系里边 他能把自己的特点 最大限度发挥出来 其实建祥这是建祥南京 对吧 江苏足球 其实江苏足球氛围好 传统 氛围 各方面都比较差 篮球排球人才比较多 实际上足球比较差 其实江苏是体育大省 体育大省 但是你看今年上作率最高的 就是在南京奥林匹克上 这你得说 就是说为什么顺天打别的队 没有那么的高上作率 因为是打恒大 恒大老大 挑战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而且那场球可以冲冠军 冲联赛基本榜榜走 所以就是说有好的对手 在一个联赛当中 如果对手都比较弱 都小本经营 每天勉勉强强支撑着 经常传出来 发不出工资的消息 这个对手来到你的主场跟你踢 你的球迷肯定也提不起精神来 如果都是恒大 富丽 阿尔滨这样的队来 你的主场肯定也爆满 情绪也不一样 今天联赛 除了当时最后阶段 恒大跟顺天整理了关亚军 那么这个基本榜前八名的球队 前六名的球队 就是从第三到第六的球队 都有希望争夺亚冠的资格 然后后半篇都有 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有意思 都有自己的目标 最后两轮的时候说是 两个队争冠军 六个队争亚冠 七个队保极 只有神花一个队没事 这个比赛 今年这个球踢的有点意思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实际上这才是让一个联赛始终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我觉得以恒大为代表的这几家俱乐部 舍得投入 在企业 在俱乐部方面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但整个环境里边 足协这块 你如何更多的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机构 服务于市场 服务于联盟 服务于市场经济 而不是说我是老大 我有行政权利 我得玩 不要又当裁判 又当运动员 又当法官 又当人造没造 我觉得如果足球员能够有这个意识 中国足球的好的发展方向就能够运作起来 而且它是逐步加速的 渐变的 会越来越快 你联赛越红火 虽然是靠大牌外援带动的 但是中国球员的进步和中国球员社会地位的提高 个人收入提高 是大家看得见的 又会反过来刺激基层的人数增长 9495那一批 就是赵旭志冯小婷这波 85的这波 陈涛他们比如说 为什么人才最好最多 他们10岁的时候是949596年 甲爷最红火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10岁12岁的时候 全国足校多少 踢球的孩子有多少 所以现在有好的苗头 你一定要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 其实今天有些比赛 你像刚才建强说的这种服务型的 能不能弄成服务型的足鞋 对不对 像恒大如果参加压冠比赛的话 你能不能在这种赛程方面 对不对 在这个比赛 我们现在真的不能倒过来说 假如说足鞋当时没有把它的7个 那么多阻力掉去环球 环绕地球一周 打命比赛 输870比8 他的压关是不是能过关 对 这个就是你要考虑俱乐部的利益 跟国家队的利益 对吧 孰清孰重 当然国家队利益肯定是在第一 但是你安排比赛 你是有意赛 你是有意赛 安排上比赛的话 有没有实际意义 另外你即使安排这样的比赛 那好 我既然安排了这样 从87的比赛 我能不能派出 哪怕就是20个人去打这比赛 别输0比8 是吧 那这种比赛的话 你会打消 打消很多人的积极性 这样的比赛 让我们看球的话 然后给中国足球又增加一个负面性 本来我们是 一个耻辱的标签 正好是往上走的这样一个时期 对吧 大家正关注这个中小联赛 中国足球正往上回升的回暖 这样一个这个时期 突然一盆凉水 来的特别不是时候 一盆凉水 实际上现在聊起来都有笑话 说卡宝乔现在是各个国家队当中最舒服的一个教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国家队两三年没有什么重要的比赛来做 亚洲杯预选赛 小组一定要出现 这口号喊着 我都心喊了 哎呀 什么事放到这地步 不过这说明我们中国足球现在很务实了 定位很准确 这个定位其实确实也挺准 因为现在来看 其实国内联赛市场比较红 但是国家队这个实力 或者是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想在小组出现 真的要打好这几场比赛 这是所谓亚洲二流水平了 你看不仅是国家队近期没有什么的比赛 各级梯队 U16U19亚青 我们全面叫什么 女足 几乎是全面 我转播这个比赛的时候 像亚绍赛我也转播了两场 亚青赛我转播了三场 我也看了 我一边看一边说 难受死你 我看你这活怎么看 确实是 最后我当时已经真的是挺寒心的 我就挺庆幸的 不用自己再受那个罪 我觉得这些球员在场上 至少你表现出一定 哪怕我们水平不行 既不如人 但不能人不如人 真的是 哪怕你表现出 但是现在中国足球 过去这些年的问题 恰恰就是 有些方面 就是因为人不如人造成的 我当然不是 单个具体 某一个孩子 某一个运动员 某一个教练员 你都会发现 他们有很多的亮点和优点 能踢球的人 能踢球的男人 绝对是优秀的男人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讲 这个环境 这个圈子 出现一种很怪的 人格缺陷也好 还是怎么样 它就只会使负面的东西 越来越放大 越来越强 而好的东西被驱逐 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慢慢的能够好起来 对 现在国智号输给印度了 对 国清输给泰国 国字号对抗五年 没有赢过泰国了 别人在进步的时候 我们在原地踏步 那就是退步 你在跟新加坡提一场 你试试 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青少年 我们刚开始谈 有多少人在踢球 本来是1000个人选20个人 现在100个人 100个人就选20个人 80个人选 现在是这样 我倒觉得 应该站得更高一点 实际上不仅仅是足球的问题 是个教育的问题 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 现在因体美教育严重缺失 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是没有得到均衡发展 被剥夺了很多本应有的 本应属于孩子们的基本权利 都在补习班 都在奥数补习班 因为美术体育 这三样教育 对一个人的健全健康的成长 不仅仅是肢体 头脑 还有内心性格 人格的这种成长 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修养 对 但是现在都被剥夺了 剥夺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 内因外因 环境等等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别说中国足球 中国体育都面临着 整体性的选财困难 人才匮乏 其实一句话 体育是教育不可分割的一步 但是现在我们把体育跟教育 练体育的不读书 读书的不要玩体育 好像这两者矛盾 好像我们的运动员 不能从校园里成长出来 我们的运动员 不能接受着常规教育 普及教育 同时在搞运动 而我们读书的人 一搞运动 普及教育 常规教育就完不成了 还有我们孩子先天 就不能二合一 我们孩子只能干一样 难道我们的孩子 比日本 韩国 甚至比新加坡 香港的孩子 都不健全吗 先天缺点什么吗 我就不信这个了 这个是不可能 还有最近那几次 难道比1949年以前的 1949年以前的运动员 全是学校里出来的 李慧唐他们这些 对不对 其实体育跟教育是不能分开的 我们足球的老一辈陈成达 苏永顺这一批 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 教会学校的学生 对不对 这方面我觉得好像值得探讨的东西 非常多 这说起来就大 对很大 体育界的 你包括老金是还在搞体教结合这块 是吧 我觉得可能有一段时间喊着要想一些 包括像北里公特例 其实还是让足球回到校园 我们老男孩北京老男孩参加老假爱比赛 其实我们的宗旨一方面是大家聚在一起打这个比赛 另外一方面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走进校园 在去之前去广州之前 我们其实已经去了很多的这种学校 跟小孩子在一起 做交流 对做交流 跟小孩子 就中学小学 其实是让更多的孩子来到球场上 利用我们以前的这种老假爱时代的影响力 来呼吁更多的孩子来到球场上 让他们喜欢上足球 我觉得这个才是这支球队或者是这个比赛的一个 其实孩子们天性是好玩好动的 喜欢唱歌 喜欢画画 喜欢跑跳 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环境是有问题的 所以孩子们就远离这个 然后家长 有些家长也会比较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孩子磕了碰了 冲到学校去打体育老师 我们谈到了之前 像假赌黑 像国家队输0比8 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不是让家长 我本来想让孩子踢球的 但是你看这个情况 比赛场上出现一些问题 再加上说那你这个可能家长就不让孩子踢球了 那可能哪怕选择其他体育项目 或者上学 干脆念书 别踢球了 就这个是足球这个国家队也好 或者是这个职业队也好 它是起到一个带头 一个领导的这样一个作用 领袖的作用 所以说这一方面 我希望无论是国家队也好 还是中烧各球队的 它自身的形象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队员们慢慢的成熟起来了 环境也成熟起来了 对 包括跟媒体的相处 跟球迷的相处已经越来越 越来越 应对自如了 越来越理性 关系也越来越趋于正常 早期一开始的时候 突然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体育 变成职业体育之后 一夜之间成为城市英雄 跟社会各界的关系 出现了一种大家都不适应的一个阶段 都不适应 原来行政提供大队的时候 记者跟你们吃鲁在一起 混在一起 大家都称兄道弟 大家都挣几十块钱工作 忽然一夜之间 你们挣几千几万 记者还挣几十块钱的时候 这边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早期的运动员 运动队当中 确实也有一些 在状态下控制不了自己 除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年轻人 咱们都能理解 党和国家培养多年 干什么不还这样 对吧 别说年轻人了 然后记者也不适应 他不适应的是 于是我就看着你变成这样 我就把你写 于是好像足球队几乎等于黑社会一样 一度描绘的是这样 其实真的不是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慢慢的重归理性 现在整个中国足球环境 从走了那么多远半路之后 现在刚刚是我觉得是刚刚开始 8000足迹现在都转岗转行了 剩下不到800 800肯定没有 800当中至少有一半 还得兼职跑跑 但是这次跑跑娱乐 跑跑别的 要不然养活自己 其实媒体也会反省 你老往自己喝水经历吐痰 最后 谁都不喝了 大概也是这么个过程 实际上在今年还发生了一个大事 就是施德 从万达介绍以后 施德也搞了几年 而且也拿了冠军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他以这样一个方式来退场 我想可能大连球迷在这个时刻 应该心情也非常的浮大 欲哭无泪 欲哭无泪 这个就是 当足球或者体育 被用作了一个政治的附带品 他的命运 其实他在这种力量面前 真的是很渺小 很脆弱的 他的命运是很可悲的 当然我觉得大连足球的这种辉煌的历史 真是永远都显得来的 还好阿尔滨把这个队伍保留了 如果足球成大连被毁了的话 中国足球就更没指望 至少一半的力量出自大连 大连应该如果让足球有个首都的话 大连应该是中国足球的首都 这几年我接触的一些大连人就说 我们大连营 孩子现在也不踢球了 也不踢了 也不踢了 为什么 没有盼头 踢不上去 也没有场地了 场地也少了 这大连很少了 基层的开展也越来越差 原来是大连 大连人就是家里孩子稍微条件好点身体 好点就指望他去踢球 因为踢球是个出路 是个光荣的职业 这些年也都不对了 你就这样的话 你多可怕 你看以往的国家队里面大连的球员 包括像你们原来八一队的时候 大连人 其实现在算了各支中烧球队 哪个球队没有大连人 哪个球队都有大连人 所以大连足球 确实是中国足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咱们国家有四个大连 选材就乐了 对 那就厉害了 其实以往的时候 你看大连 广州 延边 上海 北京 青岛 这都是非常有特点 但是现在这个球 有时候大家看着看着 地域色彩不那么浓了 对吧 特色不那么突出了 跟国际足球一样 风格融合 那件事情 实际上可能就在他们老假A里 你还能看到这一点 对吧 你像朋友国 99年以前 那还是广东的球 99年以前 包括胡志军 胡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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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伟国 彭昌颖 沈荣 什么蔡庆辉 都是广州太阳神 老广州太阳神 然后老北京 老北京也是一种风格 还有四川 也是保留了当时949年原班人马 马铭语 魏群 周友跟姚夏 而且就是说这次好像四川的人气最旺 一招呼全来了感觉 全来了 而且真是加入投入训练 说明什么 说明四川是个养人的地方 他们踢完球都还留在四川生活 而且基本上都在成都生活 然后平时也老走动 老在一块 其实其他各队的队员可能不见得都来自于同一个城市了 除了广州 北京那个怎么着 也拉来万元了 是吧 我们是黄庆梁来了 黄庆梁是在北京生活的 北京人本身是 跟他有吉林队的 曾庆高是高峰以前在环岛的队友 他这次 本来好像广州给他报名了 但是后来 因为他踢了个太阳神 后来高峰让他来 你在那是踏不上 结果踢了一场 踢了五分钟也受伤了 但是明年好像这个比赛 像宏远 广州宏远可能也要组队 宏远其实也不错 当时姚德彪 谢宇欣 还有些五分兵 那就不知道黎兵算哪边了 那就是看哪个队更有吸引力 包括我们明年可能 因为他这个年龄有限制 36到40 这个阶段只能上三名球员 明年可能很多像建立宝这批球员 可能就要登场了 就是七七那一波 对 七七那一波可能就要登场了 就36了 对 像李金宇什么 张雨宁 张雨宁 李雷 什么隋东亮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要加入老北京了 隋家瑞 对 但是明年好像大连可能要组队参加 大连 然后宏远 还有深圳可能 因为这个比赛还是挺吸引人的 因为球迷也还是比较多 广州天天下 我问个玩笑话 是不是现在踢球 比年轻的时候 踢职业队的时候更珍惜踢球 真的是 其实大家看似这个比赛 所以有时候 那会儿要是有这觉悟 踢成啥样 虽然现在年龄大了 上下场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谁也不愿意坐在场下 谁都想上场 换来其实也挺不高兴的 这是实话 而且一输球了 有时候场上比赛 金主 我今儿怎么就停89分钟了 一输球的晚上酒都少喝点 有一天晚上高建兵跟我打电话 说希望出来吃点饭 不高兴 高建兵这次是代表四川 跟广州那场比赛 因为裁判判罚 可能不满意 对 最后四川队输了 然后晚上说 我说吃点饭 我要去唱歌 我说为什么要 今天输球心情不好 我要去吼两嗓子 其实队员还是有运动员那种情节在里面 不想输球 不想输球 还想赢球 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能把这个尽头保持下来 然后争取 就是用大家这种影响力带动这个中国组织市场 这个才是关键 高峰就跟我说 说黄哥 我现在比在对手自律多了 是吧 尤其一要替比赛 好想自觉安排 高峰练 我们都是练高峰比赛之前 两个条小腿 大腿 膝关节全部都要做固定 而且这次高峰卸峰是打满了三场比赛 高峰当时最佳射手 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就是这些老队员现在越看越老队员越知道珍惜 魏克星也是去荷兰 打完第一场比赛飞到荷兰 然后去跟这个新的主要链去谈判 打完之后又飞了12小时回到广州 下飞机之后 早上下飞机上午参加训练 第二天参加比赛 就是这些职业精神 这些老队员这种榜样的力量真的是无穷 就是我们这些圈一看 那我们肯定在上去要玩命 要好好踢这个比赛 要珍惜 真的是踢一年少一年 有些时候真是这种感觉 对 石德退出以后 奥尔滨买了壳 这样的话实际上等于中超海一个民额 此前好像有一个谈论 就是说是福建俊豪和上海深心 说在打附加赛 在确定这个民额 也有的说就按09年 当时下起了两队以后 向杭州绿城不又意外保急 就直接留下来 你既然有以往的惯例 在法律上有这样的 就是有过成例 如果没有有关条款 那么按照先例来参照 那你就应该按照当年杭州绿城 直接递补上来那个方式 让深心直接补上来 就不要再踢了 你否则的话 你要踢 你应该早宣布 这都三个都快一个月了 人家队伍是放假不放假 是练不练 应该是 直接上了 递补了 深心直接补上来 而且我实际上 这个我来讲 这个足协仍然是缺乏服务型政府机构的意思 你不能说我们商量 您商量三个月 明年二月了 这里面实际上 谈的时间 收购也好 它到底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谈的时间才长 然后足协我觉得也不能干等 我觉得应该再主动一些 你把这个事情给周转好 现在已经基本上 费掉一个中超的名额了 这样的话可能深心 我觉得深心留在中超 也是顺理成章 因为这个对表现的很好 我觉得我去年看的 中超我几乎每轮都会看 你是说今年吧 就今年 就这个赛季刚结束的赛季 深心的球还真的没少看 不错 这个队踢的相当有味道 我跟朱炳曾经聊过天 我也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 因为有些媒体记者说 如果你打个防守反击 你这个队想留在中超很容易 但是朱炳说 他说我带这个队 带这么长时间 带五年了 他说如果说 我一直都是这么去打防守反击的话 那我有什么意义 他说我还是要做一个 就是有想法的 我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模式 有个身心的这种进攻的套路 但是巴萨也不是一天见城 他也需要有人去先开始这么去做 可能不大认识 但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话 就会有结果 我觉得这一点 他就是有些位置上的人能力 在关键最后那一下的时候达不到 但他整个的模型 整个的风格是要 踢得非常好看 而且他的投入不一样 苏炳跟我说 如果你给我一个好钱的活动的话 甚至他说国安梯队这些预备队球员 你给我 给我六个的话 我肯定留在 早早保级 我肯定早早保级 他说我这些球员都是其他队不要的 他这个队里给他一个 就不用达纳拉赫了 国安最后来马 马迪奇 卡努特 卡努特 后半程给他一卡努特 他早早保级了 他这种门 他就倒来倒去到门口 最后那一下就需要有人去干 完成那一下 他那个外援不行 所以苏炳谈过一句话 他说你不要因为看到希望 你才去努力 而且是你应该一直在努力 你才会看到希望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 看他的比赛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队打70分钟到75分钟 是非常好的 再往后20分钟可能就差一些 就是因为他那70分钟里 老不得分 该得分的不得分 最后累了 足球就这样 你要领先了 你就好打 而且领先了之后 就有局面不一样 中超其实应该有多几只这样的球队 有性格 有个性的球队 咱俩不懵 我就特别看 我看了这样 这个队怎么会排到倒数第一 倒数第二 我都想不到 这队踢的很有意思 比很多队踢的 比很多 有内容 比他提前跑去队踢的好看多了 有内容 但是那些提前跑去队踢的好看多了 反击大脚冲 大脚长拳 然后轰 然后前面有一个大老黑 嘎嘎嘎嘎 所以 所以这个 我觉得足球是需要坚持 就需要坚持 但这也是足球比赛的一个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身心老板对朱炯的思路 应该说看的比较有想法 而且非常的欣赏 你想他一跟朱炯签 签8年的 你像朱炯当时踢球的时候在生花 他踢左前卫 我踢在巴一踢右前卫 我们两个对 当时深思可能天赋比他要更少一些 但是为什么朱炯在球队 一直都能打上比赛 他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跟宝儿是不用深思用朱炯 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朱炯他接下来是一种教练的学习当中 或者这种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还是挺成熟的 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需要理题 也需要德拉干 但也需要朱炯这样的国内球员 高红波 你看今天联赛前三的队伍都是外籍教练 独协杯冠军是外籍教练 比如说他只输给了外籍教练 他在国内的本土教练 两条线都第一个 他是领军人物 他是领军人物 捍卫本土教练荣誉的一个人 而且他接手是第一个赛季 当然这赛季这边俱乐部投入比较大 他的排阻的还不错 包括满足他的要求 用赵群之交换 但是实际上也有问题 你包括曲波后来受伤等等 但是就是说他的捏合能力 他在俱乐部层面上的快速捏合能力 和对中国的联赛的了解 了解适应性 这点还是很不错的 他能够迅速的出成绩 能深思这样一个教练 说起来的话 这个赛季当中我看一些数据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触目惊心 外援 咱们就看射手榜 前十个 当然外援 第一个国内选手 王永炮 这还是前几轮没打 后来小周爆发 又有一段受伤 十个进球是排在第十一位 再往后就更远了 实际上再往前推几个赛季 我们有排在第四的 像杨旭 于汉超等等 但这回 李金宇 韩鹏 但是现在中超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对 靠外援 外援打前锋 这里面也是我觉得一个问题 要从两方面看 尤罗巴 阿尼尔卡 包括凯塔 乌塔卡 对 乌塔卡 来了以后 确实好比说球队的进攻 在进球数量上 有了保证了 达那拉克等等 但是好像我们本土球员的空间受挤压了 这个事情要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变证了 是个过程 你像切尔西的前锋 对吧 那也是外籍球员 黄马的前锋也是外籍 但这不影响西班牙国家队的水平 你举个例子 你看高林 高林在去年一度 咱们开玩笑 这孩子这球踢死了 对 但是今年你看看 活了 对 那就是因为队里边有这些大牌带着 就是日常的心理当中 比赛当中 对 他也在学习 对 高林今天明显 明白了 踢明白了 而且你看他在恒大 他打的还不是中锋 打的是边路 对 所以这个就是你引进高水平 外面的同时 你要有对自己的青少年体系 你要有一个针对性的这种培养 对吧 你如果是真实培养出自己的好节目 那你可以还可以省一个外员名额 对 包括张林鹏 张林鹏到联赛的后期 他对年轻身体好的优势发挥了 可能很多人已经疲劳了 但他还有 而且压关赛场上他那个作用 你看张林鹏 张林鹏在李皮手下 现在踢成什么样的 感觉跟当年麦孔一样 而且你看他这个长相跟那发型 他现在 他现在就是感觉在国内赛场 在亚洲赛场 一个边路通知 一霸 对 右边路一霸 而且前后上下都能有 中后位也可以打 但是你看 包括甚至在去年 他还没有这种感觉 还是有点 年初的时候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感觉 六脉神剑 时通时不退 时零时不零的 现在忽然就 但他回到国家队还有点不行 对 所以说主教练对他有影响 李皮更换了李章珠之后 我觉得还是对这支球队带来一些心理 虽然说比赛有些时候可能压关没有 但是你看那种比赛的这种过程 控制能力 我觉得控制能力 从内容上来讲 一个是打全美棋 当然是李章珠带 但是打伊迪哈的两场比赛 打得也不错 实际在客场 可能我们这些球队确实缺少这种经验 但那个上半场是我见到 恒纳打的最好的上半场 比赛质量在内场 在主场打 那个节奏 那个气势 那个控制力 你看到 真的就是差这个经验 所以李皮来到球队 包括张林鹏建阳谈 张林鹏这个右边路 那真是通吃 所以说他李皮也谈到 这个球队 恒纳打的球队 张林鹏 还有这个金银权 韩国那个中后卫 这两个 这两年轻学员是可以登陆欧洲的球员 金银权实际上也非常年轻 韩国国傲的这个选手 所以说李皮来到球队之后 就对整个球队这种战术提议 包括他一些三个后卫 适应这个联赛 其实他的压力 会比他的前任要大得多 对 他的这个名头 世界杯冠军队教练 这是不一样的 欧冠一甲冠军队教练 他这个名头来这 你想想 他别说是输了 他赢得不漂亮 他都交代不过去 说实话 他在接手之后 先是打了一个两个1比0 能稳住 就不错了 然后我觉得他最体现他的水平的是 主场打江苏5比1那场 对 那场就是比赛内容的质量 而且江苏在那个时候是最好状态的时候 打别的队都是行军流水 结果在他面前毫无办法 一点折没有 而且你看他主场3比2打关那场 他跟队员 他跟队员根本不可能成功 就是训练场 交流之类的 比训练之后 以后基本上就分开了 工作关系 就是工作关系 所以说我觉得他的到来 不仅仅对这个球队 对这个城市而言 我觉得都可能都不大一样 我4月份去西班牙法国去看西甲和欧冠的比赛 我就看到法国的报纸和电视台 每天的体育版和体育新闻都有上海生花的消息 为什么 因为有安威尔卡的 德罗巴来了之后 英国的媒体都有 李皮在中国 全世界的体育媒体 每天都会有中超的消息 包括他亚冠出局 包括他后来拿了双冠 连国际足联的网站都得提一句 这就是他的价值 他就让大家知道中国人还在踢足球 中超还不错 而且无形当中真的是也提升中国足球的这种地位 对 这个确实是 所谓的辐射作用 我觉得一方面它会承担很多压力 也会有很多人质疑 你看你还不怎么样 但实际上我们想一想 他带来的东西 这就跟我们的电影界 为什么有些电影合作 要跟好莱坞合作 是一样 建强最近比较爱聊电影 刚拍了什么片子 我就说这事 你这个价值是放在这儿的 所以这个还是 中国足球需要这样的一个好的市场 好的优秀的教练 大牌的球员 带来一些职业化的东西 另外很多情况下 我觉得球探这个行业其实也可以 建强老说球探球探 我觉得建强当个球探 可以 眼光还行 我当年在跟建强 我们记得特清楚 当时建强我们还在酒吧 在酒吧 当时做聊天 建强说 学长你好好踢 因为当时我97年 刚从八一转会关的时候 建强跟我说 你好好踢 你肯定能进国家队 我说你别逗了 开这种玩笑 当时后来还真是 看得够深的 真是蒙进国家队 后来我又跟建强在一起 我说确实是 因为有些东西 他现在球探 就说没吸 咱们谈没吸 谁把他从阿根廷给带过来 巴塞隆纳这个人 这个可不是一般人 实际上咱们非常幸福 因为什么 这个时代咱可以看到梅西 或者是跟C罗的竞争也好 或者是梅西个人疯狂的刷数据也好 对吧 挑战记录 挑战记录 所以说我就觉得 你像以前他们说 德罗巴来中创 我不大相信 李明有时候我转播的时候也谈 李明给我打电话 问我 那凯塔行不行 你觉得怎么样 行不行 我说谁 哪个凯塔 巴塞罗纳的开打 我说 那还问行不行 李明你崩了吧 你还问他行不行 你跟他说 我问你行不行 李明他能不能打后卫 他说我们缺后卫 我说李明 我说他除了手边不能手之外 我说其他队 他俩身后可以便踢 哪个位置都可以踢 他在巴塞罗纳是个防守型的中赵 他现在在哈尔滨 他是一个进攻的 他一来之后 罗申巴克 乌塔塔 全活了 全活了 没他的时候 那俩还在那儿斗庆 那俩较近的 我都想都不敢想 德罗巴 开塔 卡尔特 我这有点说西甲的感觉 一愣神走错了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球迷来讲 谁说 这些人 这些企业 烧钱 我就觉得 说这样的话的人 反正他肯定不是球迷 假如说我是一个影迷 我就愿意中国的电影荧幕上 老是世界级的巨星 给我们演电影 为我们服务 我不管他 不止一个不落地 我不管他烧多少钱 他有票房 这是市场经济行为 他没卖出去 十亿八亿的票房 他赔了 他自己倒霉 投资的人倒霉 有投资房 这是资本行为 这不是行政行为 没有花那些人的钱 我就挺高兴 为什么有人一说 中国租金时候请来的 谁谁谁就是烧钱 什么之类的 就一副笔意子 我觉得这种人 基本上不是球迷 他没怎么看过球 他不知道球迷需要什么 他也不知道 我们前几年过了多苦的日子 对不对 节目的最后 请二位对未来的赛季 做一些展望 或者说你最希望下赛季 中超联赛出现一些什么东西 我先说去 你先说 反正就一句了 反正就一句了 简短可以 但也不简短就一句 保持好这一两年 形成的这么一个上升的好的势头 塑造好社会形象 然后赛场 我觉得还是要 踢得更干净一些 这我必须要批评 中超就是踢得太粗野 再这么踢下去 毁了自己多少兄弟的饭碗 你砸别人饭碗的同时 你想想有一天 别人砸你的饭碗 一定要 这是恶意野蛮的犯罪 对 有的球明明拼不下了 我们也要伸那一脚 当然可能你不伸那脚 教练骂你 以后大伙要对抗教练 这样的行为 我这脚身上去两败俱伤 对 我也认带蛇了 他也认带蛇了 有什么好处 对 以后这样的动作 大家抵制 不要做 然后裁判要狠罚 对 否则的话 我以后大牌球员就不来了 人家就真的不来了 人家踢两产球 人家饭碗没了 对不对 然后你这种野蛮的行为 对社会传递的又是个负面形象 负面信息 球是勇敢人的运动 勇敢的男人的运动 但绝不是野蛮的男人的运动 是 这是建强最大的一个愿望 是吧 一个是保持上升势头 再有一个就是赛场上野蛮的 恶劣的恶意的 其实都是关乎到中国租车整体形象 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提出个希望 如果看中潮经常就觉得 我经常就想把手伸出去 把那兄弟踢出来 我说兄弟 你想没想过 明天有人这样踢你一脚 你还混不混了 你为什么 关键是有的时候 明明这个球拿不着了 连二分之一球都不是 他冒着你也蛇 我也蛇的风险 还要伸脚 这是有些时候 非常不职业 简单说非常不职业 因为害人害己 对 那薛阳呢 我想还是保持今年这种势头 也是那样 对 希望明年能有更多的球队 能向这个冠军发起挑战 而不是像今年 只有两支球队 明年恒大未免非常难 对 所以说我觉得 明年希望这个中超赛场竞争 更加激烈 而且我还有一点 就是希望 代表中超参加亚冠的这些球队 能在亚洲赛场上 能为中国足球争得一份荣誉 预告一下 新浪体育已经拿到了 明年亚冠的视频直播的版权 四支中超球队的比赛 我们全都会做直播 所以说这一点 我就希望不要是打步 哪怕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自己放弃 拍出去 我觉得每一场比赛 都是关乎中国足球的荣誉 有些球迷说 你这个代表不了中国足球 其实我觉得 大家继续在一起 就是中国足球 就是中国足球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 希望明年参加加冠 无论是首次参加的江苏顺天 还是北京国安 贵州人和 还有广州恒大 都是能全力以赴的 去征担这场赛事 那么也希望足球队 能给这些球员 这些球队多提供一些 好的这种赛制 就是所谓的服务意识 对 另外一点 就是除了中超之外 我就还是希望 无论是国家队也好 还是中超球队 起到这种带头的作用 然后能真的是 能通过他们的表现 能让更多的孩子 更多的球迷回到赛场上 今天已经是 上座率已经提升了 对 明年有更多的球迷回到赛场上 用能够好的表现 来吸引球迷 让更多的孩子 更多的青少年 喜欢上足球这样的运动 我觉得这个才是 中国最后发展的一个根本 就像更多的孙可和吉祥 这样的球运 对 包括更多的小孩子 在学校园里边去踢足球 对 我也有小小的愿望 就是希望在 明年的联赛结束以后 摄手榜上 有三到四个 两到三个吧 进入前十名 本土球员进入到前十名 对吧 因为说实话 国家队还是要本土球员 对吧 如果没有两三个好前锋 很难办的 好了 各位网友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聊天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建祥和徐阳 来到新浪的演播室 希望有机会常过来 跟各位网友做交流 我们都经常来 大家不烦就行 建祥实际上刚才也说了 关于亚冠的转播 那么在明年的时候 建祥和徐阳 也都会更多的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我们四肢球队的 亚冠的比赛 好 非常感谢陪伴 我们下一次节目 再见 不要 好 继续 继续